每天做题翻译句子来看第一题 这件衬衫多少钱 那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不会写这个疑问句 那你不会写疑问句 先去写称数句 我们可以先去写这件衬衫 The shirt is 比如说它十元前 Ten Yuan The shirt is Ten Yuan 那接下来我们来对话线部分进行提问 也就是对这个价格进行提问 这件衬衫是多少钱呢 对价格提问要用how much 好 对话线部分提问 第一步就是确定疑问词 我们之前讲过了 第二步要将句子变成一般疑问句 有必动词就将必动词提到主语之前 所以就是how much is the shirt 句号变成问号 再来看第二题 他前天去北京了 句子的主语是he 好 看到前天呀 昨天呀 上个月呀 去年呀 等等这一系列表示过去的事情 你一定要反映到 他要用一般过去式 对不对 he 他去北京 去北京是go to Beijing go to some place 变成过去的形式 go要变成went want to Beijing 什么时候呢 前天怎么表达呀 前天是在昨天的前一天 所以就是the day before before yestery 很好记吧 yestery是昨天 before是在什么之前 the day就是一天 在昨天的前一天 就是前天 好的 第三题 你能在化学方面帮助我吗 诶 又是一个疑问句 好的 那不会写疑问句 我们先来写成数句 你可以 you can 在什么方面帮助某人要用的 是help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的结构 所以呢 这个句子写出来就是 you can help me 你可以 在化学方面帮助我 help me with chemistry 好 这是他的 成数句形式 变一般疑问句怎么变呢 有情态动词 要将情态动词提到 注意之前 所以就是 can you help me with chemistry 最后要记住 句号变成问号 好的 第四题 我爸爸从不开车 去上班 首先确定主语应该就是我的爸爸 对不对 me father 啊 问一动词是开车 然后 开车的目的是去上班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我的爸爸 问一动词是去上班 然后他的交通工具 出行方式是开车 by car 哎 两种形式都可以 我们先来写第一种形式 我的爸爸 开车 去上班 那开车可以用take the bus 我的爸爸做主语 要用单三形式 我的爸爸 takes the bus to 去上班 go to work 好 从来不 我们要用never 进行表示 那么频率副词放在 示意动词之前 闭动词之后 takes 是一个示意动词 所以放在他的前边 my father never takes the bus to go to work 那第二种形式呢 你也可以说my father 同样是never 去上班 goes to work 什么方式啊 开车 by bus by家交通工具 放在句末 第五题 你的哥哥的生日 是什么时候 同样的 我们将它写成 陈述句 your brother's boste is 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么对时间提问 要用when 好的 最后一题 大家把答案 打在评论区啊